外送員穿梭打擊小巷 打開手機超方便 想吃什麼不用出門 在家就能打單美食 不過現在卻有民眾質疑 明明沒有下單 外送系統卻自行下訂餐點 發現時想取消卻沒辦法 外送員都到了 也說會幫忙反應 最後客服打給他 卻不斷鬼打槍 說不會發生這問題 直到自己貼上一分鐘內 被下了六筆訂單的證據 客服才回應三到五天會退款 但用戶等了一周 卻沒收到錢 平台又改口 當初店家已經出餐了 所以無法退回款項 也讓他怒哄 憑什麼系統出錯 卻要客人自行吸收付款 未經我自己的同意 就使用我的信用卡做扣款 對啊 客資等於是有遭到 外洩的可能 但可能就是要跟銀行 就是要聯繫吧 然後看要停掉那張卡還是什麼 不然如果之後被盜刷更多的話 應該會更麻煩 我就直接打信用卡公司 說這筆我不會付錢 我就直接支付掉 那之後我就不會 之後就在任何外送平台 就不會再綁任何的信用卡 實際上街詢問 還真的有民眾被莫名下單過 從此不敢再將信用卡 長時間登陸在平台 不過對此該知名外送公司也回應 平台不會替用戶下單 也推斷可能是消費者 前幾次的付款失敗 而重複下到訂單 不過一切都還在調查中 當事人則表示 已經通報消保平台 系統有沒有自行下單 究竟誰該為了這筆莫名的費用買單 還得看雙方如何協調 才不會讓用戶感覺付了意願望錢 華視新文章是可以約會台北報導